就结婚 这辈子非你不娶 等你毕业了我们就结婚 这辈子 非我不娶 我去一口沙江了 也见过你的前男友 赵子去 对 对 她告诉我你们大学的时候 在一起过两年 后来因为心哥不好而分手了 她还说你是个好姑娘 让我好好珍惜你 可是这些事 我都不记得了 她还说你们家之前 发生过一次火灾 你父母也在那次火灾中去世了 你也因为吸入太多一个毒气体 导致大脑缺氧 丧失了部分记忆 没错 那是五年前的事 她 好吗 还不错 考了公务员 结婚 生子 生活过得挺安稳 怎么了 不感谢啊 我之前回过一次景象 我知道她结婚了 虽然我对之前的那段感情 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怎么说呢 你现在有我了 我给她打个电话吧 给她打个电话吧 也许通了话之后 就能确定自己的心意啊 走 喂 两位 你好 是小夕吧 听出来了 前两天你有朋友过来找我 我就知道这两天 你肯定会给我打电话 对了 你最近生活得怎么样 挺好的 我听说 你结婚了 我一毕业就结婚了 现在孩子都两岁多了 我前两天见你男朋友了 觉得他挺好 其实你们俩能在一块儿 我挺记忆高兴的 什么时候结婚呢 告诉我一声 我一定去疯场 是吗 到时候再说吧 我儿子哭了 我要去给他喂奶了 咱们下次再聊吧 挂了 再见 感觉怎么样 很奇怪 我听见这个声音 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可是曾经毕竟是两个 那么相爱的人 爱还是山盟的 现在越走越远 都成路人 想想还是挺难过的 其实现在我还会经常 在梦里梦见他 在梦里 他还说这辈子飞我不去 你说什么 他在梦里跟你说什么 他跟我说 等我一毕业 就 我说什么 我可以帮他 有什么地方 也需要 也是 我 你就 是 我 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么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 只有我们相爱过才能解释得通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 排除所有一切不合理的情况 剩下的结果 不管有多么的不可信 也是事实的真相 好 我听你的 我们已继续查出五年前的真相 你和我 我们的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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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我们是一类人 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凭什么这么说 现在你醒醒 你再这样沉迷 对谁都不好 只有我们 才是同一类人 我跟你们不是一类人 我跟韩晨才是一类人 他是我的 他真可以是属于我的 你不要冲动啊